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影响劣质文约25,000处房产 然而 此项决议在市议会中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议员Carol Day提议部分分层 即在允许建造三个单元的地方建造两个分层单元 在允许建造四个单元的地方建造三个分层单元 以鼓励增加出租单元 市长 Malcolm Broty支持这一动议 并表示 建筑商反馈 他们可能不会在单户住宅地块上建造超过两三个单元 我担心如果选择100%的分层就没有回头路了 市长 Broty说 然而 修正案最终被否决 只有议员Day Michael Wolff Laura Gillanders和市长投了赞成票 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原始建议 是仅允许在密集化的单户住宅地块上建造出租房 开发商可以选择是否向市议会申请分层 最终投票前 一位房屋设计师在市议会发言 支持分层 称这是经济可行性的必须条件 设计师Brad Daw表示 如果不允许分层 他的17个现有客户中有16个将建造单户住宅 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 如果没有分层 单一产权的土地所有者 将希望建造大型单户住宅 只有在法规要求的情况下才会最小化建造出租房 Daw说 他还指出 小规模分层单元的开发商希望建造高质量的房屋 因为他们在与公寓和连排别墅竞争 而出租单元则没有这种要求 一旦是出租房就好像没关系了 Daw告诉市议会 出租设计和分层设计的质量根本无法相比 根据BC省级立法 面积为3012平方英尺 约280平方米的住宅地块必须允许建造至少三个单元 而面积大于3012平方英尺的住宅地块必须允许建造四个单元 面积大于3024平方英尺 且距离频繁公共交通服务的公交站点400米以内的住宅地块 则必须允许建造六个单元 尽管议员Gillenders、Wolf和Day投票反对该法规 但新政已正式通过列治文的住宅密集化发展 将迎来新的篇章 点评列治文是议会通过一改多新政对未来的影响 一、随着住房供应的增加 房价过快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缓解 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住房类型和价格区间 可以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 从而使房价趋于稳定 二、新政策将改变列治文的居住结构 从传统的单户住宅为主 逐渐转向更多样化的住房类型 如连排别墅和小型公寓 这将为不同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人群提供更多选择 三、尽管政策利好 但部分社区可能会对密集化开发持反对意见 担心社区环境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市政府需要在推动政策的同时 积极听取居民的意见 做好沟通和规划 从长远来看 列治文的这一政策符合大城市发展的趋势 有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